三下天祈祖的绝赛 由夏沙扶贫对阵在意时光 夏沙扶贫好像线下必来 真的 对 线下必来真的 而且这次有珍宝阁的两大主指挥的加盟 对 哦 云打鸟 国标 我觉得 有点难打 难打太难打 国标打 打宙师应该是 应该是宙师双普陀 对 上的是宙师 他上的是普陀 上的是单大堂的宙师 这个我觉得被关战方这样大克了 硬件上也有一定的差距的时候 不太好打 关战方这边 对天方是算 关战方这边是算 算国标算的很死 三条慢住 对 但是有一场是阵法被大克 这个 这个 我感觉 三勺大堂 三勺大堂 他只能拿来正常拖了 我感觉 对 只能拖着打了 你后面青蛇都很困难 这把云阵开的 也 我觉得也很死 而且 青宝宝也贪了 认为自己一个大堂扫 三勺大堂能行 对 加个宝宝是能行 然后还是 还是私血 私血 那关战方这边的硬件 肯定要好一点 还好带走了关战方这边 女儿村的宝宝 那么关战方这边来说的话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化身国标 真的上了 没有看到我想看到的盘斯 化身国标正常也上 那关战方这边 女拔木来说的话 可能要吃点亏 因为他的蛇没有灵动 然后输出也会受到影响 大堂来说的话 还是很舒服的 有一把金当 这还好对面拿到了这个 风隙上的一束 而且对面也有地府 也不怕被抓下来 对单方的阵容 给大家说一下 对单方阵容 他上了双 双普陀 然后方寸大堂 其实我刚刚就要说这个问题 对面没有女儿队 刚刚想说这个问题就是 双普陀上去你拿不到一束 不 你没有女儿村来拿一束的话 就很难打 还好来说的话 对面目前来看 对面方寸好像是一束 关战方这边的女儿村 应该是想拿到一点点的抗性 直接给一把清净 那么这把灵智 由于刚刚是关战方这边灵智过了 对 那么这把的方寸 有可能是选择的是一把分身 分身 对 他没必要他我觉得正常流于灵智 好像就可以了 他有速度 他这个方寸肯定是极限方寸 他肯定要跟对面女儿抢速 我觉得他这把应该是一把分身的操作 因为他不分身 下回又会被这个女儿控制 控制 不是 他少一把灵智 分身 不是他少一把灵智 我没记错的话 对是的 少一把灵智 他如果把灵智正常甩回来的话 他速度又拿回来了 直接给大塔 拿金刚了 关战方地府 这种黄泉之息 抓到哪儿了我 抓的 我没知遇到 抓到一号的宝宝 抓神了 哦 4500的猫灵 对 这就是碰到我们刚才说的 青蛇 后面会青蛇清不掉 很乏力是吧 很乏力 对 如果说他这种单输出 单物理输出的猛派 来清观战方这边的患魔来说 特别是被大克了 如果他大克 关战方 可能大唐的三嫂 还能够有一点点的威胁 但是被大克以后就很难打了 关战方 伤害不足吗 你带个地府 你后面点下都已经很 除非你一直压着对面大唐 对面大唐 对 就是你宙氏普多能发出相对 相对于来说就是克制 一般都说宙氏普多克大唐 大唐力武装 大唐国标嘛 对吧 现在来说的话 你说那个办法好像也行 就是周氏 但是他要保证周氏普多一直 一直能够出手啊 这一点很关键 点大唐 可能是一把 下手复兵是女儿代破甲吗 这太酷了 催眠观战方这边的化身 应该是 催化身的意义 应该是不想让他再拉 把金刚给宝宝吧 点大唐而且背一把清静 清静给顶住了 他这个伤害少这个蛇 出暴击 我觉得还好一点 不出暴击不太好 成功 挂得往这边直接点过去了 轻一轻 金锋吧 只能这么想了 对吧 对 雪线愤怒跟金锋 轻一轻 风暴凛也 也没他 也没也没那个什么 也没有视觉自己打 这种 这种极限大克 你这两个输出 对吧 这个大唐配这个女麻木 点对面一个大唐 我觉得是完全不需要炮的 有可能就是 刚才也就是 对战方 保护了一把 要是不会吧 直接被这个大唐给空切了 对 思绪 观战方这边来说的话 蛇被清掉一只 那边来说的话 这回合由于小手没挂中 所以我感觉这把 对战方也不算特别亏 因为观战方这边蛇走了一只 对 他只能拉 因为159没有牛 他只能拉小月灵出来 继续找鸟 这把他应该是 连台普陀往起拉 然后 不对 一个普陀拉 一个挂灯 然后大唐立指人 这样的一个操作 地府最好 地府最好再给一把亡凉 是吧 对地府给一把亡凉 给亡凉了 连台普陀拉 连台普陀拉 就是普陀点灯 但是就是普陀这个灯 没挂上 被封住了 对 现在这把点灯 他有速度还好一点点 其实现在对于下杀扶贫队来说 他们根本不需要先和鸟 他们只需要一直招蛇 一直招蛇 保蛇就好了 他们只要 不太好 不太有那个吗 现在就是对于下杀扶贫队来说 其实 现在对他们招鸟来说 其实没有一点影 他们只需要保证双蛇成型点大堂 他们这场比 这场比赛基本就是可以拿下来 招鸟对他们来说 只是占一个蛇的位置 对对 不是 对对面也不会点杀人 对面肯定是以青宝宝 为主 为唯一的一个 他不会点杀关带方的人 伤害被那个了 除非他只有一种其可能 压关带方大堂 只有可能压关带方大堂 他他他其实要少早点少 我觉得他有愤怒破血都里面先扫出来 把战一把剑一叠起来 可能有些许的机会 我都给挂灯 这边地府会点的蛇吗 地府出过手了是吧 地府出过手了是吧 那是点点点毒 点毒的我 没出 地府应该地府应该点蛇 这把毒 不如点蛇 我没看懂 应该他应该是点着大堂蛇的 对我也觉得点蛇 点大堂蛇的 他毒也不可能点 这个残血大堂毒 应该是地府操作 没找到技能是吧 没找到技能 因为这把点蛇 我觉得是必然会点蛇 对对这边必然 因为你地府的速度 比对战方的普陀要慢 对 点他驱散之后 他这把点灯是必然的嘛 对他没有操作空间 只有点灯 应该是 而且他这把毒也是点大堂 而且他满血的情况下 点大堂也没有意义 估计是操作错了 操作失误了 操作失误了 不过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有大把的资源可以浪 对毕竟有大客 毕竟有大客 然后硬件也有些许的压制 对 我感觉那不是些许的压制 不是些许吧 对对 那就多些许一点 看观战方这边的一个 我觉得观战方这边的化身 是可以把塔早点立出来 毕竟来说 对战方的方寸的节奏来说 对 而且女拔木也到了拉蛇回合 女拔木应该选择一把拉蛇 所以大堂这个时候肯定要找机会 叠一下漫天 对对 先把漫天找一找 化身不愧直接活血开始叠了吧 对战方 这个对战方又要扫宝宝吗 小属王 顾瓦观战方这边的大堂 破甲给杀 我们看这把点能不能点死 直接活血 刘云自己的地府 他地府想抢 想抢这边的连台 对对 是的 对观战方这边的大堂应该倒了 因为有王良的一个加持 三嫂 三嫂 三嫂不一定 如果第三他保护的话可不一定会死 三嫂不一定 不是打 哇连破出来了 但是这把点杀应该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这个大堂血量我们也能看到 血量大概还有大概接近1500多的血 对面一号宝宝伤害有点高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对面一号宝宝 他开场宝宝伤害应该都很高 你没看到猫灵血特别上 四千多 对吧 十一口就要死了 估计5000多的血在血量5000 因为那个猫灵的血不是满血 对 那么这把点杀基本上是我们可以 诶 这把的一个顶大金感觉没办法 避雷宝宝的没花招了 就应该就身风的避雷宝宝了 不亏 点到他不亏 他大堂出了把连破 而且相当于砸了把大堂的伤势 其实还好 然后建议 建议还给那个了 那么他大堂 三无大堂 现在基本上是满分 满分度满分度 可能会选择一把指人 或者选择一把破血清避雷的一个 呃 我觉得指人不会了 因为这个身上已经有小死亡了 对面再点的E就没有那么大了 对 他 观点 观点方这边的化身 只要保证比对天方的一个 嗯 普陀块 我觉得不太好打 对天方 因为普 化身能提前回下来 回回下来观点方这边的伤势 吹迷 吹迷应该是不想要驱散吧 对 真去了 一个是防驱散 另外一个是防一下下回 当人回合或者下死亡的下死亡的小死亡点杀 对 火雪 这个梅花 哦 这一口血 很少监军继续找建议 他提前把建议找出来 不过这种单大 又一把 又一把连破 哇 真的 我看看 宝宝又绿 对啊 运气是有点好 运气是有点好的 运气现在是站在了对待方 对面对 这五球这种比赛 这种 这阴间差的 而且被大客的单位 我觉得运气好一点 真的没问题 看着会上比赛更有一个 这个悬念吧 对 如果把对待方运气给观点方的话 我觉得对吧 对待方现在应该就有点难受了 你出过少两次两次连破的机会吗 没有我没有 现在地府来说我们来看一下正常 女拔木应该正常招个虫出来 然后地府应该也要招虫 对 地府也招虫 华生是应该把刘云林智子 赶紧放一放 对是的 这时候他大堂肯定是还要少 应该少的应该也是蛇 华生就 就就就要把对待方的普陀的速度先拿下来 连台普陀的速度 你有本事再出连破 哦没有 我这这这这这出连破真的就 我感觉是运气真的立天了 啊对面你别说这壁了啊 虽然没有力批啊 我这壁的伤害真的是高 然后高的原因 然后这个伤害还是灌满能 能把蛇给亲走 因为我脑海里有个固有的思想 我觉得壁的亲不了蛇 真的不过对面宝宝血太少 因为伤害加的高 这把对于观战方来说 应该不会进行点杀 他应该是把赵月灵操作地府放防特技 对吧大唐叠叠漫天 对战方也是大唐的熟 休息这种状态 地府地府我觉得给大唐给把给给把光辉最好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这个地府的光辉是在地府那边嘛 对那直接给光辉 给大唐光辉 这个肯定要给大唐光辉 便宜找漫天找到 可以 200漫天了我没记错的话 清掉 他一号宝宝伤害也高对面 避雷不伤害也高 他 其实我觉得观战方这边 羽巴们还是要拉一些鸟出来做牵制的 现在还好 现在羽巴们观战方的蛇才避雷两条 问题不大 十回合两条 而且 对战方的开场宠都是避雷 对 只要你点死他的大唐之后 只是观战方进行了 点下之后 就是没有把对战方的大唐进行一个压倒 然后压 就是压倒震的 然后保证自己的蛇能完全出手 如果说小死亡点死对 点死对战方的大唐 那么就是观战方的蛇 对战方是清不掉的 因为对战方的开场宠都是避雷嘛 可能是避雷利逼 现在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说对战方现在很很难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 他刚刚发现自己什么都想到了 什么都想对了 然后 这个对战方没有点死观战方这边大唐 就破甲加杂加很少 没有用 点不死 现在对战方只能清宝宝了 我就压大唐估计他现在都不太敢压了 刚刚就是没有防嘛对吧 现在 现在只能说是对战方来说 满了 满了三把漫天满了 十一回合三把漫天满完 两边的开物理号的这个兄弟的运气都不错 而且 苏提就是下杀扶贫战队清宠 而且清得也特别有 太快了 特别有针对性 他知道我的大唐怕你的咒识 我一直在清你咒识普多宠 你出个给我清一个 你出个给我清一个 而且打的也不不急不慢的 慢慢的打对 现在观战方这边甚至 甚至看这回合会不会 应该是会进行 我觉得啊 这把应该会进行点 进行把点杀 点的应该是大唐这个单位 而我 如果猜的不错的话 观战方的女儿应该是有一把金青 应该是够了 那金青的化身就拉金刚咯 对 金青化身拉金刚 金的 点大唐应该是 应该是点大唐 受魂 他也提前知道 看他这个 他不会 他也点过来了吧 他也知道你 你要点我的大唐 哦 那应该就正常的防守 哦 点的是咒识普多 点咒识普多 长白指人 没防对 他防的是大唐 死了 三把半天 金刚 大克 分目烈焰点杀 太自信了 这个伤害 这伤害真是自信 对吧 硬件然后加上大克的一个加持 而且知道你要出宝宝 而且知道你场上没有配速虫 去开这个咒识普多 你开的话也只能拿 速度慢的工程去开 所以这把点 对 哦 对战方现在社会远人了 他现在这样点啥 你点不进来啊 他这样就这样直接点也点不进来 很难打 现在对于对战方来说 基本上 属于慢性死亡 属于慢性死亡 昨天我们说那个八九也是是吧 别不别翻了 我也觉得观战方这边好像不太容易被翻 观战方这边 由于对战方没有女儿穿 观战方这边地府 认林宝真的是想怎么认怎么认 吹总观战方这边的一个队长 这把应该不会反倒 应该不会反倒 他反打来说会反打谁啊 反打反打地府 直接给他这没办法防不住啊 对 有女儿生还行 还是少宝宝找建议 这就是现在的PK就是到了一种地府跟女儿 这两个门派已经是如果上国标 这两个门派基本上相依相存的两个门派对 相互压制 你有地府我就要上女儿 对不然来说的话 你这个小死亡我扛不住 对扛不住 真是扛不住 没反打 你像以前PK咱们看可以进行一些预判 进行些什么对吧 你这个地府的领宝 他是没有一点点的道理跟你讲的 这个没有说什么重不重这些说是吧 就是点死你之后 我就是要告诉你 我下回地府要用领宝了 我告诉你我要用领宝 你也没办法 对我地府的操作你也不用拆了 我就那个操作 对 你也没办法 因为催眠的当前回合也不影响领宝的使用 对是的 所以他方舟也就放弃了 这把轻舌卵不明智 稍微有点不明智 这个舌卵肯定是清不掉的 哦护盾舌卵 护盾舌卵 而且对面也会防这个舌卵 知道你催你麻木轻舌卵 嗯 让对对方人是宠飞 对 就是人被催眠的情况下 虫也飞 降到一轻条舌 对 怪对方这边化身现在有把愤怒了 不知道他放不放 你麻木要赶紧把这只残血舌卵拉了 拉出来 对 那么地府这一把 你觉得他会干嘛 开鬼眼 开鬼眼 或者是他好像没什么操作 他 开鬼眼跟抓速度 就两把操作 对于他来说 他化身是有把轻轻轻的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选择那把笑脸 金的 金的 他奋斗构是知道的 没办法 哦黄拳 我以为他会开鬼眼 对面的这个防虫来打节奏 赶紧赶紧赶紧给自己加血 平安再找漫天 这不用找漫天了 关掉方这边把自己的残血舌卵找出来 没有神 对的吧 我们人是从非 这个普陀已经飞了四只宝宝了 人还在地上躺着 这 没机会 我觉得对战方没机会 怎么拿着没机会 昨天你也这么说的 哈哈哈哈 没有昨天 昨天八九那场比赛 我确实这么有 但是今天 八九那个比赛 别人那个那个 你的那个还能拖 还能扛得住 八十九跟一九不一样 一九的输出是溢出性的 他伤害高啊 他输出能把你打崩 但是八九的输出就是感觉有点 稍微有点在八九 因为他们有五级别的这种装备的 这个属性加持吗 关战方这边三小大 这个这个三三把漫天大堂 这是为所欲为 这把催眠不明智吧 讲道理 会装 这把应该会装 我觉得 这把催眠加效力 对战方 是有一点点着急了吗 应该 他应该是这样想的 呃 关战方场上没有高速成 他他也只能催大堂 虽然说他可能也知道大堂会被装 但是他催其他难免好像也没 没多大意义啊 这这这我感觉要属于灯下黑 就是 哦还是想 对一个侥幸的心理 觉得他不会装是吧 他会觉得就最容易被封的单位 我就要去封那个单位 看你这个能不能够去弹装 这个小死亡是几回合我们来看一下我刚没注意到 小爽现在还有四回合对面小死亡 不过还好对面还有一个普陀能拉 四回合地府的林宝又能延长了 不已经延长过了 已经延长 愤怒然后呃 能把那个小月灵招一招吧 碰个愤怒招到小月灵什么的 因为对待方两个单位都把塔立起来很久了 突破控官阶方这边找小月灵 是吧因为拉不了蛇蛇的cd 果多也是给花生丢了吧凝制 想要拿下辅助速度 嗯 然后官阶方的地府没有动 应该是进行这把喝酒的操作没有动 啊保蛇 哦对面那个大人扫不出来 呦这个漫天溢出了 是吧漫天溢出了溢出了 这边官阶方这边看到了对单方的 右边的换魔 左边的蛇 这个血量不太多了 八蛇卡 终于弹出手来 亲对面伤害蛮高的 这只避雷宝宝了 我在想他为什么变个八蛇卡 就是算死你是要与地府上来赌 然后我有速度 如果等等 如果你上个双咒时的话 他地府赌又回不了上千 他为什么要赌 他哪怕丢一个无魂 或者摇个铃铛都比赌那把墙 其实我觉得这把 没什么意义 那会不会怕这个族女儿 除非是啥 除非是你会上一个传统法系 传统法系一直在制造灭伤 这时候对吧 关键战方的地府赌我回一下 你又没有传统法系 你变个八蛇卡 你还不如 你要是变个什么猫灵卡 金光兽卡 你或许辅助千据 就会拿到全场速度 对吧 又要点对对方的一个 残血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单位的一个地府的 地府 点地府 罗汉金钟 不过我就把大堂上把被咬了那么多血 不过我也 我觉得罗汉没用 有关键方这边打了四把半天很牛逼 三千是好像是没什么用啊 天天天天了看关键方这边女妈们怎么打 起因三叠 初级初级初级春晓硬件真的好啊 对待方还是在防自己一个大堂 关键方这边由于他大堂现在三嫂的建议好像还差很远很远 还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根本就不管他那个三嫂大堂了 他那个三就算的三嫂大堂给的叠到十一层建议 好像又不是特别大 不是很大基本上是没什么效果我觉得 这场比赛的一个呃经验来说肯定下杀复品没得说肯定是比 在意时光好对吧 然后然后硬件上面也有些许对多些许的这种这个包括指挥阵容上 硬件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就是下杀复品战队的优势都要 我觉得是远远高于在意时光的对正宝被打克对你还对你还有正法也被打克 这确实太难受了 扫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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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不死又死血 让让他招出来了 还不能拉手cd应该没到还没到 更近好带走一只手乱带走一只身了 这只手乱如果再下来的话我感觉心态都爆了心态都爆炸了 这边扑托拉起来了 先把宝宝处出来 其实现在就是在意时光队陷入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他需要无限防点杀 只要大唐不休息他就要防只要大唐不休息他就要防 但我跟你说其实正常所有的国标都是这样你没发现吗 对吧而且大唐只要能动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下他点问题 而且就是苏提这把又是具有就是下杀负贫战队又是具有点杀 又能点 催地府防点杀 但是没事是路是路是很好的是路是很好的 知道就是催你大唐来这种常规的输出可能会被你水清 我话没说话水过来了 挂个紧箍之后点直接点得解 直接直接点得解 两边来说的话其实这种这种点杀来说的话观点方即便小爽没挂中也把他的这种精锋啊什么什么愤怒啊什么血线啊都给他压下去了 他这把小爽挂不挂中好像意义也不特别的大对就堵一下吧那那看你是不是就算是把你压成个尸体点点死也很难受 好 观点方女拔木应该可以招舍了而且观点方这边这把点杀很自信女拔木没跟 他这确实是有有金刚然后有有三把漫天 主要是还有个大客还有个大客对 这种大客基本上点杀拔木只要稍微跟一下就可以了这大能武器大概多少上海有1050吗 天启好像是他大堂那把那把武器的伤害好像比很多175的那种专用大堂都要高 他到底有多高我记得是107级还是108级哦那确实是很高了那就是很高了 好这边地府甩一把精清出来那女拔木这把应该是拉舌了赶紧把舌拉了 这边双坏魔一再大堂那点起人来就更更是无忌惮了而且 好像去现在也没有像刚刚那么舒服的输出了这就是说到咱们刚才局面点死大堂双生成型 现在就很难受了对太难受了清不掉这两层水我感觉是永远都清不掉 除非大堂起来保证不死的情况下 而且我们的宙师普多的虫已经被清掉了5只了啊这么快吗 我这去那确实挺快就是虾虾复兵战队打得很打得很清晰条路很清晰我轻一点这把我是有原因的不是说是虾轻是吧不是是那种像那种虾轻知道吗 或者觉得你那个宝宝伤害高我就去对对他是亲宝宝很有针对性他就去那个宙师普多的宝宝 观察方这边来说的话话声我觉得都可以点拉把金刚 再拉把金刚可以开开开弄 拉把金刚继续点 我把你我把你方春山直接给你碎玉了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把你方春山直接给你碎玉了你有什么办法防我点啥吗 所以说就会进入的你四个你三个点刚起来有愤怒吗 只要下杀扶贫的大唐呢 哎哎没说意中而且他待遇没封 直接无魂只能拿无魂来防了无魂来防 只能拿无魂来防了 小春再挂对待方的普陀 就是普陀确实很清晰啊 他就是要要要打崩你点你大唐是意义不大的 而且而且你知道下回合死的宠是哪个宠吗 哎等一下对面大唐点的金麦你发现没有 有问题啊干将一滴血能少 是的 干将一滴血能少的金麦 这边也有花装的那这回点不死我觉得 对待方好像这把化身舍身 也没办法了吧我对的这化身舍身对对方也没办法 啊他活血跌了人心跌了几层啊人心如果高的话也可以可以可以用人心 可以可以活血就跟他舍身还是活血 直接舍舍就行了关带方这边可以继续点继续点就可以了 人领大金人领大金就活血了不会舍身了 人领大金的 你把他舍身赶紧挂的关带方这边地府魂飞魄散驱散 紧箍座还想挂过来还想进攻并没有力子这种操作 我写蛇哇 蛇直接满血这是很舍生这个技能没什么必要 对待方医术的愤怒是铁够了 而且把大唐驱散驱散点啥 嗯 没办法太难打了 现在对面的方寸现在还是蛮尴尬的我到底是分身呢还是方特技呢我这个 你头上有花我要分身的话你封中我我怎么办 他现在就是要考虑一下罗哈我觉得关带方这边不管你分不分身封不封 我只要反打我的输出单位把你的一输给你效力了你就可以了 我反打两个输出保证我两个输出能正常顺利的出手不被你村民打节奏 我女儿就正常效力你一输就可以了根本就不用封你 对于对战方来说他现在一定要把点啥做的极其到位 如果说你这回合或者下回合你再被苏体点死 这个那么基本基本上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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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把就女儿就直接效力对面不让对面罗汉出来我觉得这两个神不见 就是女儿效力方寸然后化身是有把进青的化身直接进青点杀 对面还想点过来对面还想点过来因为那个大人他能还有干将他他有机会点你知道吧他有干将 但是这个大唐能不能出手就是一个问题了 又点的连台普陀哦进青不是但对面大唐有有很少啊不知道能不能够出手 哦这样出不了手出不了手8000出不了手关键方大唐出不了手 方木铃还是想的些许有一点点的没意识到这个这个24回合的这个而且我们对战方的方寸一丝丝血连血条都看不到了 现在来看一下吧关键方这边这个没大课以后顶那个大的没事 其实你现在就算是对战方点死关键方的大唐其实也没用就是三回合的事 你地府又延长不了对对吧你地府的领导会被那个女儿无限给你陷的对 他现在就是关键方这边就是点在小正常小死亡挂到你一个单位 然后地府甩两回合领导好像对面就不太好看了 主要想想想对战方实际就是在意时光竞选搬选下杀扶贫的那个两个门派的时候其实我没看懂的搬选是什么意思 你如果上方寸对不对上方寸这个阵容你为什么要办他的普陀哥女吧你或者是你提前不知道你已经准备好这个阵容了对吧 你双就是肯定是提前有想到的你如果准备这个阵容你如果不把苏铁的女儿给他禁掉 我觉得太难打了 哇这回合的地府人卡大金 然后让对面点不过来903开刀 这把点杀三少大伤是扫不进来的 反观观战方这边能够扫出去能够有破血的愤怒啊破了 直接破血另一个正式普陀 这把观战方女拔木取秒吗还是照着蛇配 这可能是因为因为女拔木来说的话没有仪式啊他可能觉得单秒来说不划算 这把点杀观战方这边略赚一点我甚至觉得观战方这边的大坛估计还有一把破血 而且而且而且大家别忘了一个问题就是观战方这边大坛还没用过领宝 他有一把能砍8000多血的领宝的这个这个领元还没用过 如果这把点杀用领宝点杀对面我都不知道怎么防你知道吗都真的不知道怎么防 那你不要这样说你说的我也都感觉这和苏提可能就要用大坛大坛用领宝去点杀 而且点杀一个极其关键的单位 他现在你说最关键是谁我觉得连台不处对我也觉得是 把那个连台不处一点就好了我也觉得是那个连台因为他现在基本上很多实体的他的所有恢复都要靠那个连台连台普处要恢复的 对如果把对如果把右侧那个普处一点啊 点的还是没点没点还点就是化化化愿了直接给愿化愿了 没用啊但是没用啊对不对并没有什么用 还是很对面打的还是蛮那个什么还小心翼翼的这种情况还是给了自己一把那个五龙蛋对 一万我刚说到八千是吧对不好意思我错了我少算了两千 哦这我感觉不好打了现在现在真不好打了观众上这边大坛夏威备还可以哦夏威备他不会很少他头上有那个东西 我跟你讲你要夏威备观众方怎么打吗嗯观众方拉四只虚迷迷这这场比赛就可以结束了宣告结束了没得打了基本没得打了是可以换虚迷的就跟他们换不换 稳一点的话可以小爽再挂一个再再再打对吧对小爽少一个再再打这是最稳一点的话如果不稳的话那就直接四只虚迷就起来了 不论怎么打这场比赛好像是对战方都没有一点机会实话说这个比昨天那个还看不懂 对对对确实就是你说的昨天昨天本来有差点昨天勇武祖的比赛最起码两两个输出互相打不进来啊对对对对你这对吧一下一万多一下一万多的 啊左边的蛇还没有死 女儿是选择了一把拉虚迷对 地府小死亡挂那么化生也是可能选那把换虚迷操作那么对大唐很少 加拔木群苗比赛结束我 对面并没有放弃啊 哇这其实本来我感觉可能因为你身上有幻月为零的这个情况有无魂对吧可能还死不了 但是这个幻魔 他们好像在说骚话的那个那个那个情节里面说的是对面说他们的蛇是最听话的 但是确实好像似得其反了 接下来就是我说实话对战方我觉得其实他们能想到在点杀的时候能造成的更多的点杀已经被想到了 不是他们他们其实已经想到了很多点杀了 你从最初的点杀来看下杀扶贫在点杀的时候完全不遵照任何规律 他有个把地府给点了 你再一时光五个点你都需要防点杀你怎么可能防得过来对不对 这把地府直接用灵宝就没得打了 这把观战方地府直接用灵宝就没得打了 对没打两个一眼长双普陀一死怎么打 而且方正是个尸体点地府残血大唐残血 在双蛇的情况下 都这没办法已经没有操作空间的操作了 这下方其实我觉得你说他打的吧 我觉得我觉得还行其实 我觉得还行的 对面对面打的好像他没办法真是没办法被大客 然后然后自己一数也拿不到 对面这个方寸就是为了来抢一数的 结果还是多了10%速度还是没拿到 方寸哥女儿抢天生就很难抢很难抢 他只能通过正法的这10%加成来堵一下 但是你说如果说观战方这边如果说堵到了 堵到了这个对待方堵到了这一下的话 其实啥 你觉得有得打吗 其实这把下杀扶贫开一把阵对战稍微有点 因为就是虎阵 就是在意时光要刻到下杀扶贫的阵 然后在意时光的方寸要拿到全场一数 对 可能有得打 只能说可能有得打 对面应该想观战方这边应该是这么想的 就是说觉得观战方这边来说的话打打硬件有差距对吧 我可能开稳一点这么龙虎对吧 那我这个时候方寸拿到一数去抢 如果抢到一数的话我些许有机会 对 思想我觉得吃路是很好的真的 但是没办法观战方这边 毕竟来说的话 酒精也是酒精 而且而且我觉得这场对战方的这几个巴适卡是真的是 但是我没必要是吧 真没必要真没必要对 好直接换了 观战方这边想把比赛快速解决掉了 这应该是不然他是平野宝宝 结果宝宝换了 对 这个刚刚是因为他平野宝宝 但是宝宝被换掉了 所以就平野到这个单位上 好像那我们也可以提前恭喜下杀扶贫 对提前恭喜下杀扶贫 夺得了群群主路第六赛季的冠军 他今天哪几个冠军了 四个 四个 四个还是五个 我想想 159 五个 那今年159第一团队 哦四个四个四个 因为今年群群总共六届嘛 那个金哥填马一届 然后紫禁城一届 然后剩下都是 都被苏体给包了 他马带不是拉了一些吗 对 马带就是金哥填马 啊 苏体四季 这么来说的话 那他应该是你们妖部就第一团队 对 号称天启珍宝格吗 嗯 还换 哦 花招 无限在换训绵 无限在换训绵 这其实没得打 哇 双绿 对面大堂点的这个干酱 一滴血能少出来这个金脉 由于他那个他那个金脉 由于没有那个破甲 破甲的那个伤害 那个金脉 要点那个就点不掉那个破甲了 对 因为我跟那个 当时我前天前几天还跟就是在意时光的指挥钱小伟在聊天 嗯 他跟我说我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中一大招 哈哈哈哈 原来中一大招就是双斧 双斧 双斧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用来回复 另一个用来配合地府跟大堂出来点杀 方顺想拿一术 抓你这种比较稳的阵 对 哎你别说如果说观点方这边真看虎阵来说的话 好像对面真有的打 对吧 如果如果观点方这边真的看虎阵的话 开虎阵的话他女儿丢速度肯定啊 鸟打虎他也不会被大被大克的情况下 对吧 他大堂伤害也出来了 嗯 他大堂伤害也出来了 没办法你打下杀复品这种队伍 你还被极限大克你也没有对硬件差距 你也没有速度 再说你也没有速度 确实很 哇 连续两个双掠我 这时候掠个掠不掠 其实其实意义也不是已经不是很大了 对对对 对面对面这是应该是第一次进决赛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第一次 对因为在意时光是一个新组的团队 新组团队直接打进决赛了 对他们没有他们总共打了四届 前三届的成绩可能不是太理想 然后今年最后一届 然后他们打进了决赛 打进了决赛 这个必然会给他们的这个团队的一些成员 给予很大的一个信心 对对对 你毕竟在决赛中面对的是苏提这样一个成熟 对成熟一个成型团队而且在天启 基本上第一团队了 嗯 其实还好还好再接再厉 这个比赛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也不用担心这个关带方会被翻盘了感觉 对 其实在159175的PK中一旦就是产生了前面9个这样的画面之后基本上是PK的胜就翻不了很难会有那种翻盘的现象 这个就属于调戏性操作了 不出意外的话 关带方这边应该是欧阳凯凯的队长 才会这么皮 好了 我们恭喜夏沙浮萍获得了这一届寻凶着陆的一个总冠军 我们把画面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去处里吧 的